四姊的財物還在這裡 那就是兇手是要拿名的 我女兒只有25歲 我小時候就被車撞到坦中 讀大學時是讀日文的 現在在家幫人翻譯日本漫畫和小說 他真的很年輕, 很本事 和太太, 你最後什麼時候見過你的女兒 我是在酒樓, 上夜班洗碗碟 昨天下午六點, 他和我一起出門 好像平成這樣, 還陪我去小巴站坐車 我在七點鐘左右打電話給他 他說剛剛買完菜, 準備回家 我打算煲瘦肉湯, 你會不會喜歡喝 誰知道, 十二點鐘零上我回到他 已經看不到他 王妙常他平時跟什麼人來往 沒有, 他很安靜, 整天都在家做事 最多就回家交會, 跟你交友聚會一下 那他有沒有跟別人不合, 或是罵我膠 昨天…他送我去小巴站 那時候他的輪椅不小心碰到那個男人 你怎麼搞的? 糟了, 不要出門了, 阻礙地球鑽 然後那個小巴就開了 我只看到他們在床, 之後有什麼都不知道 你認不認得那個男人和他有什麼特徵? 我又說不出他的樣子 不過他是揹著黑色袋 袋子有很多拉鍊 而且有個鷹的圖案在袋子裡 Madam, 你們要幫我女兒找個紅手出來 我寡母婆手女兒, 很淒涼的 放心吧, 黃太太 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幫你女兒找到個真空出來 還她一個公道 我寡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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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寡母 死者後腦有血腫快 應該是死前被人用眼物襲擊過 但沒有傷及頭骨 最多只會令他暫時失去知覺 不是致命傷 死者雙手的前臂也有抵禦性的傷痕 右手的手腕還擦傷了 在死者身上發現很多長條型的傷痕 這些傷痕只是被皮帶鞭打而造成 照這樣看, 死者可能是死前被人虐打過 指甲有其事 請不及發症做化驗 好 身體還有多處骨折 死因應該是被毒打至皮藏爆裂而死 死者已經是坦的 兇手要不要這麼狠毒 怎麼樣? 怎麼樣?Ivan 黃廟長的輪椅已經傳過來 我看今天要遇上輪椅才能收工 你這麼有信心, 張輪椅會有料到嗎? 沒聽過凡走過必留下的痕跡嗎? 在這宗案件上 這張輪椅就是死者的腳、死者的鞋子 他可以告訴我們死者生前去過哪兒 甚至接觸過什麼人 羅卡定律 先生 怎麼樣? 鑑證科面的指紋報告已經出了 張輪椅有指紋嗎? 座位扶手只有死者的指紋 至於後面的把手因為包了回力膠 所以完全採不上指紋 Sam說因為屍體上有人已有脂分泌 指紋過了這麼多小時都溶掉了 採不上 你們幹什麼?不用這麼沮喪 採不上指紋而已 或者有其他東西呢? 精神一點, 我剛才不是說過 煩走過必留下人跡 沒錯, 準備一起跟我開工吧 地球 記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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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有沒有發現? 在王妙常的衣服裡找到黃色粉末 已經檢查到了 是柳木碎和檀香,還有魚皮和火燒 就是拜神用的香 黃色粉末主要都是檀香的 那就是了 我在中輪這裡發現灰準 證實是未燒用的金銀衣紙 檀香和金銀衣紙 都是拜神用的 白症那邊已經有無憑的報告 在死者的衣物上 找到拜神用的粉末 輪椅的椅背上 也有金銀衣紙殘留的灰準 但根據王妙常的媽媽所說 她的女兒是回教會的 沒可能會接觸她這些事 會不會是兇手留下的 她媽媽說王妙常平日生活很簡單 要不就在家裡幫人做翻營 要不就回教會 當日她和王妙常是六點鐘 在小巴站分手 到七點鐘 王妙常還在電話裡告訴媽媽 她剛剛買完菜 那就是說她是在七點鐘之後遇害的 兇手打暈了王妙常之後 就把她帶到沙邊的廢屋 但多多姑姑的報告說 死者傷勢有抵禦性傷痕 那她暈倒了, 又不會有這種傷痕 可能她後來醒了 死了, 糟了 根據法醫的報告 指出死者是受到不停的虐打 以致皮狀爆裂而死 你忙時間是七點 九點 知九點 我們現在調查的重點是 在事發當晚的七點到九點這段時間 死者去過什麼地方, 接觸過什麼人 還有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接觸到金銀醫子和拜神香之類的事 是… 現在多少點?還捨得走嗎? 你這麼早? 我今天看新聞知道你們有件大案 西貢廢屋藥殺案查怎麼樣? Madam Leung, 你已經轉職了 別還整天只顧著案件 那好吧, 我不說案件 說到今晚要什麼? 要不要說Sam Sam, 這個大謀人 今晚要去嬌陽社見夜清 很晚才回來, 你不用預約他 那我豈不是可以拆掉你的廚房? 拆掉我的廚房? 你喜歡吧, 雪櫃有很多東西 那我豈不是可以弄九大鬼? 九大鬼?又炸鬼又理你 你懂得弄才說 高燕博, 你別這麼小看我 我不是小看你, 因為我太了解你 OK, 你別 olsun 還有, 我 bone心 都可以讓你享受